蜜蜂和蝴蝶 春天来了 大地到处都开满了鲜花 太阳暖暖的晒着大地 小蜜蜂们在花丛中忙碌着 一只蝴蝶穿着美丽的衣服飞了过来 小蜜蜂 今天的天气多好啊 我们一起唱个歌 跳个舞吧 蝴蝶说道 对不起蝴蝶姑娘 我们正忙着采花蜜呢 不然的话 冬天来临 就会挨饿的 蜜蜂说 夏天到来的时候 荷花开放了 小蜜蜂们 在忙着 采花蜜 蝴蝶姑娘 除了唱歌 跳舞 什么活 我也不干 转眼 秋天到了 桂花 菊花 菊花 都开放了 小蜜蜂们 仍忙着 采花蜜 可是 蝴蝶 仍在天天 唱歌 跳舞 小蜜蜂 休息一会儿吧 咱们一起唱歌 跳舞 多好啊 蝴蝶说 不 蜜蜂说 冬天 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要为冬天 多准备些蜂蜜 蝴蝶 只好飞到别处 找别人唱歌 跳舞去了 冬天来临的时候 外面 飘起了雪花 小蜜蜂们 在家里吃着 又香又甜的蜂蜜 而蝴蝶 则因为 找不到食物 饿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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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